今天啊,我看了朋友发给我的那一篇文章啊,就是上面有一个特别引起网络争议的话题叫做小镇做题家啊,就是文章中啊,就其实挺嘲讽这些小镇做题家的,嘲讽他们只会日复一日完成相同的工作,但是啊,很多人朋友就跑来问我,让我说一说这个事儿,但是我感觉吧,小镇做题家这个事儿啊,我是想说,就是为什么大家要那么看不上人家小镇做题家呢? 谁还不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呢?是吧,即使是我们就说哥在美国,难道就没有小镇做题家这个事儿吗?我跟大家啊,讲一个美国的小镇做题家的故事吧,听完了以后啊,大家可能啊,就明白小镇做题家其实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啊,有一个人啊,出生在美国的东北部啊,这个东北部叫New Haven啊,当地呢,有一些特别著名的学校啊,然后后来呢,在两岁的时候,他的父亲就带着他的姐妹几个啊,就搬到 到了德克萨斯州,那么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呢,一直他度过了他很愉快的童年时光,然后这个人呢,一直到了这个,度完童年时光以后,然后他要上初中了,还是要上高中了,然后他从这个乡下的德克萨斯州,然后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,当然说这个人自诩为德克萨斯人,但是他还是最终回到了东北部上去,New Haven这个地方去过很多次啊,就是在纽约, 一出纽约往上啊,往北一点,就是New Haven啊,离耶鲁大学非常近,然后呢,由于这个家伙家里非常有钱嘛,他就进了New Haven当地的一所非常好的一个私立学校,可是你知道这个人啊,他是个德州来的人,德州呢,这个地方也很著名,就比较村,比较土啊,这个农场里啊,庄园里长大的小孩子啊,就是考试赶不上人家,美国东北部的这些孩子, 那么这个人呢,他就发愤图强啊,因为什么呢,我看这个段啊,有几点我是非常感动身受的,因为他干的事我也干过啊,首先呢,就是他因为从德州搬到这个东北部的,就是美国最卷的,学习最好的这个地区,相当于啊,咱们从贵州搬到了北京的海电区,赶不上啊,只能每天晚上看书,看到凌晨三点,看到凌晨四点啊,你见过凌晨四点的New Haven吗,就是这意思,你知道吧,New Haven是个事啊,然后当时呢,我也干过这样的事啊,而且他写的一个人, 一个细节,我特别能感动身受,就是每天他们学校是住宿的,然后每天呢,就黑了灯,黑了灯以后呢,他就要在这个一个,就是宿舍外面走廊,从门上的那个玻璃窗,撒进来的那个灯光下,继续看书,我在以前在私立学校上三年级的时候,我干过同样的事,我也是看书,当然我不是看教科书啊,我是看这个,官兰高手跟七龙珠啊,就每天乐此不彼,看到凌晨两点,书其中还 还被老师收了好几本啊,他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啊,最后,他终于终于把学习赶上来,再加上美国,大家说大学九评中证制,靠推荐,看家里面的人啊,推荐,最终他考上了耶路大学,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小镇做题家啊,这个人的名字呢,叫做乔治沃克布什,他是美国的第43任总统,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布什总统,可能我讲到这儿,有些人会很不屑,就说张司令,你就是,你就是凡尔赛,我跟你说,这种人啊,美国的九评中证制,你知不知道, 富人受的就是精英教育,穷人受的,不是,你没在美国接受过基础教育,你不要乱说,别看两篇自媒体,你就跟那儿活儿八道,大量的自媒体,他也没在美国接受过基础教育,我正二八经是在美国接受过基础教育的,我告诉你啊,在美国一样有大量的小镇做题家,他只不过不是以做题为主,但是他们也付出了成倍的努力,因为很多穷人家的孩子,除了考试,除了SED考试,就是美国的高考,他没有别的出路, 明白吗,即使是像布什这样的家庭,他的弟弟当了两任的佛里达州的州长,他的父亲当过总统,他自己也当过总统,他妈妈家,他外婆家也很厉害,但是没有用,你要是在最著名的这个菲利普学院,你想脱颖而出,当地的这个学院里最不缺的就是跟你一样的名人,我们有那样一句话嘛,就不怕他是富二代,就怕富二代比你还努力,其实在美国的精英阶层也是一样的,包括你到纽约去,你看看纽约三大特殊高中, 你看看纽约三大特殊高中里,什么样,对吧,三大特殊高中里,里面就是美国这些名流的孩子,美国的这些最好的这些学生,那些大学霸们,你进去看看,包括你去哈佛大学,他们那些图书馆看看,你看人家那边都是什么样,怎么学习的,一样,如果你拿小镇做题家来衡量的话,大家差不多,都是一个水平,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, 其实很不喜欢现在这种风气,有些人,你为了因祖辈之功,祖辈然后给你创造下来一份不错的家业,父辈给你创造一些不错的家业,对吧,您保持您的优越感去,这没问题,对吧,但是你不能这样公开的去嘲讽这些,处于草根阶层的大众, 那你家祖宗呢,你家祖宗不也是个小镇做题家吗,不也是个当兵的吗,不也是个小商人吗,不也是这些人吗,对不对,那大家都是从那一步起来的,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,就是什么呢,就是说,你可以说啊,谁是厉害的,谁是不厉害的,但是你不能在社会上这么公开的在媒体上,在这些地方去嘲讽,嘲讽完了以后,有一些人还觉得这是对的,就像有一些,经常有一些女生说, 啊,那你一个男的三十岁,你约入不了十万钱活着干嘛,你看他自己挣多少钱,对不对,你看他两人他自己挣多少钱,那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风气的问题了,风气是这个样子,大家看不起草根,看不起穷人,就像我们以前经常说这样一个问题,啊,为什么有些人他愿意干五千块钱的白领,坐在办公室里,坐在写字楼里,穿个跟着鞋,哒哒哒哒哒哒,他不愿意一个月一万五他去送外卖,为什么你还问我吗, 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,我做白领不会被人看不起,我去送外卖会被人看不起,虽然说实际上白领就是以前纺织线上的工人,就是血汗工厂里的工人,就是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,但是他不这么认为,他认为穿西装穿高跟鞋是高雅的,他认为送外卖是不高雅的, 因为这个社会的等级观念,以示人的这个观念,阶级观念已经形成了,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,让不让说,这就是一个现实情况,这就是为什么小镇做题家这样的事,会在全国引起这么大的热议,谁还不是一个小镇做题家,对吧,很多人,我知道我说到这儿,肯定很多人就会攻击我,对吧, 说张次令,你是小镇做题家吗,你是靠你自己来到美国,我不是,我父母给我申请来的,对吧,而且我是一来到美国就有绿卡的,这个我是承认的,但是呢,谁还不是个小镇做题家,我爸不是小镇,我爸好像也不是,我爷爷不是小镇做题家吗,就算我爸我妈这一代,他们也是在国企里面长大的,那我姥姥呢,对不对,我姥爷呢,是吧,我爷爷呢,那不然他自己怎么考上那黄母军校呢,他们那一届学生, 直接从福建到江西那边弄完以后,从江西一直走到了成都入校,你用两条团走走,你试试,还一直穿越整个战区,过长沙这一块,那时候这一块都炮火联天,你要知道就是,谁都是从这一步出来的,就算你不是从这一步出来,你爸你爷爷也一定是从这一步出来的,为什么要去嘲笑草根呢,当然我也没有说就草根再过分,你都不能说得点什么,对吧,如果有些人他出身于草根阶层,同时他又非常狂, 非常就是又仇富又谩骂又这那,你说他两句没什么,对他两句没什么,对吧,但是像这种人家没招你,没惹你的,我们去完全看不起这种底层出身的,你怎么知道底层出身的人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,虽然有阶级这个东西在,虽然有背景这个东西在,但是那又如何呢,你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人向上的决心, 他就算是他一无所有的,现在啥也不是,他依然可以凭考试,他进到国家的核心部门,他可以凭考试他来国外,他到一个大的公司,大的科研机构,他当一个很牛逼的导师,他当一个很牛逼的大学教授,那大家都是一样的呀,这有什么可嘲讽的呢,所以说这就是我对小镇做的一家的一种感受啊, 很多人说,那美国就没有这样的事吗,美国真的不多啊,至少我在社会生活中,至少有钱人和这个有闲阶级或者中产级表现出来的这种啊,阶级的这个看法中,至少没有人敢公开说这样的话,至少没有人敢公开做这样的事啊,我今天也给你们讲过美国小镇做的一家的事,即使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家庭,即使是美国考大学,你们说的九品中中制也好,什么也好, 但是他依旧要靠自己的努力啊,他才能达成这个目标,所以说不要去嘲笑任何一个小镇做的一家,你我的出身虽然说有可能是不同的,但是我们的根都是一样的,好吧,所以说我是很反感嘲笑奚落看不起草根的这种行为的啊,有些人可能就是刚吃饱了二十年肚子啊,刚过了几天富二代的日子,刚过了几天啊,或者家里刚有点小权力,他就忘了他自己是谁了,好吧,这期咱们也不多说了啊,这期就聊到这儿, 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,以后再跟你们说啊,这期聊到这儿,大家拜拜 拜拜